深夜,在回家的火车上陪一对分手的恋人来到清纯,当两人都深情疲惫的确去,我独自坐在黑夜中思索,大学分分合合,司空见惯,谁和谁在一起,谁和谁分开,谁追了谁,谁甩了谁,再也不会引起诸人惊议。 大学的爱情,好像走进一家素食店,本应慢火被赔的感情被成了蓄款,标准化的加工一下,就端上桌了,做得快,吃得也快,散得也快,也许我困惑,无论我们本身就是因为耐不住寂寞,还是相互情心,大学的爱情,到底是追求相伴一种的爱侣,还是因为爱之名,做着一次又一次的排列组合呢? 也许是我过于悲观,也许是周围的朋友,幸福的总是那么少,我开始觉得大学的爱情,只是一种短暂的冲动和寂寞的填充,是的,也许那么多不长不短,不能回家的假期与周末,需要有人一起吃饭,一起逛街,看电影吧,是的,也许那么美丽,浪漫的校园,小道淋漓录,草坪,凉亭,应该留下甜蜜的背影吧,是的,也许那么寒冷的冬日,应该有人牵着你吧, 总想有人能带来些关心,感动,一个人久了,我们便会爱上了恋爱时,美好的感觉,于是恋爱了,甜蜜,微笑,一切如此美好,可当那些幸福的感觉消失了,当重重问题出现了,我们可能爱人,这段感情,这段感情,那就这样,结束了,风是苦,啊,冷恋,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,多久后,你... 当别人总是对我说,大学里需要谈一场恋爱的时候,我微笑着说,缘分未到,可他们却总是说,我的要求太高, 我在想,数年之后,当我俯瞰人生蓝图,我希望看到,我是在为我自己的事业心情付出,留下汗水,而不是纠结一段不合时宜的感情,使合同中洒下一地的泪水, 其实大学的话,我们可以不需要爱情的,有好感的人,也许可以做很好的朋友,那份亲密的感觉,就会维持得更久,其实大学的话,我们可以不需要爱情的,就是,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孤独而崇高的事业,有我们一个人就够了, 十点多,从书法社走回宿舍,抱着书,我匆忙地走过一对亲吻拥抱的恋人,我内心曾经的羡慕,以及失落的感觉消失了,我微笑着,默默祝福他们,然后抬起头,继续欣赏一个人的风景,今天的孤独,是为了明天的精彩,一个人就是这样的生活, 在下午放学,接近黄昏的时候,在篮球场上,尽情递投篮,或是在乒乓球桌上,忘乎随地,用力挥动乒乓球拍,晚上的时候,左手捧着书,右手拿着一杯淡淡的普尔茶,往教学楼走去,这生活过得精彩,而并有一份风味, 一个人不用扮淑女,不用去学贤惠,做好自己,能多潇洒就多潇洒,能多豪迈就多豪迈,可以不拘小节,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玩, 只考虑自己,没有顾虑,一个人生活,看淡了名利,看淡了一切,尔虞我诈,更加看中了亲情,友情,但还是要有自己的追求, 不要看淡幸福,要面向幸福的方向,晖汗奔跑,不可以垂头丧气,靠自己力量,给自己快乐, 一个人的生活,可以孤单,但不许孤独,可以寂寞,但不可以空虚,可以消沉,但不许堕落,可以迷茫,但永不放弃。